没想到 真是没想到 别给我装了 这一切不都在你的计划范围之内吗 不是 小林总 你看 你这意思我不太明白 我怎么觉得你的笑容比我的笑容还要无耻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你不是想利用我跟小猛的关系吗 咱们都不傻 都算是聪明人 打开天窗说亮话不行吗 说亮话 那我谢耳恭听 这份合约我为什么给你 你应该非常清楚 因为石小猛他是我哥们 你欺负他就是不给我的脸 所以我希望这份合约是第一次 也最后一次 你看乔内人说的 不会的 不会的 谁不知道你小陈总是这个 中医去 够哥们 什么都是 歇了歇了 别给我灌上迷魂汤了 你记住 这次我是冲石小猛的面子 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我明白 我明白 嘉诚总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地珍惜这次机会 把这个会儿给干好 我得让您和老程总满意啊 高兴是不是 说不定以后就算是不为了石小猛 咱们之间也可能会成为非常好的合作伙伴吧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反正现在这份合约我已经给你了 具体的合作细则你马上回去拟好了交给我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 我会尽快让公司把投币款打给你的 但有一点你要记住 小猛那份钱你必须马上给他 在二十四小时之内 因为他现在积蓄那笔钱买房子 一定 一定 您放心 我这就打电话通知他明天来上班 他明天一到 我就让财务把奖金给他 好不好 您还有什么吩咐呢 还有一点挺重要的 你记住了 今天咱俩见面的事 你不能告诉小猛 不能对任何人讲 至于这个黄你怎么圆 你自己想办法帮我圆好了吗 要不然这份合约 我知道我知道 我不会说的 您放心 我什么都不会说 你看小程总 您真是够朋友 做了好事 您还不留名 行了 没事了 你先走吧 我这还要接个电话 好 那我先走了 谢谢程总 你在哪里 马上给我回来 家手不可外扬 如果你不想让公司的人 都看我们笑话的话 有什么事 咱们回家再说行吗 你放心 我会给你个交代 吴总 你找我 工作刚开始总是千头万续的 给你个任务 这张照片拿起精放 放一张二十寸 不 放一张三十寸的 然后再找一个漂亮的画框 摆在我办公室就行了 这照片很普通吧 摆在你办公室不好看 你应该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确实到你的上司给你安排任何事情时 你应该在第一时间完成它 而不是先问为什么 我认为员工提出质疑 如果能够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他会更好地完成它 吴先生我提醒你 我现在在安排任务 不是讨论业务 我提出质疑 也是出于对工作的负责 看看这个报表 这就是你所谓对工作负责吗 在全球中央空调市场里 只有在中国地区 我们的销售量 是输给传统对手华科的 你应该把你这种 对工作负责的精神 放在怎么样 使这张报表更好看上 而不是讨论 什么样的照片 放在我的办公室 会更有品位 快去扣印照片 阿总 给小邦打电话 通知他明天来上班 是不是大德的单子 单子在这儿呢 赶紧拿吧 好 您好 您是拨打的电话 关机 不好意思 护总 小五他关机了 关机了 抱歉啊 迟到了 你没有迟到 还有五分钟 看来你们大家对我说过 约见客户了 天天半个小时到了 都还知道 吴迪 让你准备的资料呢 范章华 四十五岁 离过一次婚 他现在的妻子呢 比他小十岁 给他生过一个儿子 爱好文艺 查到 喜欢提官印 完了吗 完了 他的助理呢 我说过 对于每一个他身边 能说得上话的人 我们都不能忽略 助手 我不知道 助理王欣 三十三岁 未婚 好酒好色 那 范总为什么这么起重呢 虽然他好酒好色 但是工作能力很强 而且王欣的父亲 曾经是范的领导 所以说 他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 可以影响范教授 范教授 范昌华 在没下海之前 曾经是外经贸大学 金融管理系的教授 他对此感到非常自豪 经常以此来区分 自己和那些爆发户 时间到了 还差一个人 谁没到 旭东吧 我刚才给他打电话了 他在路上呢 堵车 堵车 那你再给他打一个电话 告诉他不用来了 还有明天也不用来上班了 好 范教授是一个非常守时的人 估计他现在已经到楼下了 走 我们去电梯口 好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 您问题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 is power 哎 什么是你啊 什么表情啊 不欢迎我 我走了 哎不是不是不是 回来回来 我以为是小萌 啊 小萌不在家 对啊 他去面试了 他没有回来呢 那你跟我出去混吧 啊 去哪儿啊 没有 我们酒吧 今天周年庆 有抽奖 有送酒 有打车 我带你出去happy一下 别了 他一会儿回来 看我不在 他也着急了 我还等他一起吃饭呢 他又不是孩子 要等你喂他呀 你打个电话给他就好了 手机估计没电了嘛 一直都打不通 那你留个条给他 等他回来之后 直接过来找我们 一起happy 算了吧 我不太热闹 你真以为自己是古墓派的 我是专门来接你的哟 你别让我失望而归哟 我可不好惹 行不行 我真打你没办法 那我收拾收拾啊 专票达点啊 哎 我介绍一个新朋友 给你认识吧 他这不行的无聊呢 来王主任 我再聚你一杯 哦 我一起吧 好 来 一起 敬您 敬您 你们进行啊 我去一趟卫生间 卫生间 好的 你慢点啊 慢点 小五啊 小五啊 你是用什么魔咒 给我们小王弄的这个 只有招架之功 没有还手之力啊 判总 您太开玩笑了 这哪里是什么魔咒不魔咒的 我看是主任 他是一个非常尊重女性的男人 俗话说强将手下吴若斌嘛 就是 来 这杯 我敬您 你会来 我可没有你们这些海量啊 不过来 没事 我们干了 您随意 好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还是联系不上啊 小某怎么回事啊 我给方子打一个 没事 喂 你干嘛呢 晚上我们酒吧 周年庆 你要不要过来 喝一杯 不去了 回家了 哎呀 你来嘛 晚一点都无所谓的 真不去了 老师还在家等我呢 你找吴迪小某他们去吧 嗯 老吴去硬创了 小某到现在都联系不上 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要是再不来的话 就剩我 沈冰 还有子齐三个大美女了 你放心吧 这样啊 呃 那我 那我过来操认啊 那行吧 那我等你啊 你一定要来哦 你们等我 我临时有点事晚点回去 哎呦 不是你喊什么喊啊 这事该不该发生 不已经发生了吗 我早回去晚回去解决 有什么区别吗 反正你放心 我一定给你个交代 你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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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吴总 你没喝喝吧 没事 怎么 心疼我了 别紧张啊 我们就是在工作 给 我没紧张 除非你认为 下属关心上司 叫心疼 上司 在酒吧门口 那个吻 我是为了替你解围 别想脱了 打发这么漂亮 去哪儿啊 等一下约我去酒吧 是零下约你呢 还是 连什么东西 你好意思怀疑我吗 你都失踪一个星期了 我不失踪 我回来干嘛 回来看你这成百上圈 双鞋子 回来看你怎么给这一双双鞋子 拍照片 然后我贴在鞋盒上 我贴在鞋盒上 你贴在鞋盒上 你给我 我买的东西 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把你的脏手 从我的鞋上拿开 你 你干什么你别 你别扔了 我爱买 就给你买 我不喜欢我这把吞扔了 你疯了吧你 我疯了 疯了是你 你看你这人穿了鞋 你看你这人穿了鞋 我爱买 这一棺子鞋 你就知道是鞋 你放开我 你爱跟谁过跟谁过去 这样的日子我再也不过了 想分手是吧 那你现在就给我滚 但是我告诉你 这里的鞋 你一双都不想带走 还有春色聊人 你给老家的汇款 你全都别想了 但是呢 你能够听话 乖乖的 我就考虑 再送你一个鞋鞋 让你慢慢地把它填满 再送你一个鞋鞋 我知道你不爱我 我知道你不爱我 那你干嘛还要跟我在一起啊 因为你漂亮 拿得出手啊 你想怎么了 人到没头 他们呢人呢 你怎么才来啊 人呢 你好久没有听我唱歌了 好啊 他们 你还是喝这个吧 干嘛呀 不我今天高兴就喝这个 来来来 不是你搞什么幸福 不就是98年庆了吗 整的比你结婚还高兴 就是我自己结婚的话 会更高兴 你请咱俩试试 你敢吗 你敢吗 不过咱们这一拨人 最稳定的就是沈冰和小猛了 你什么时候结婚啊 快了 你结婚的时候 我可以做伴娘吗 行啊 你做伴郎吧 你这么能说 要不然你当主持吧 我可以的 我真的可以 我可以试试 林夏 林夏饶了我吗 一进来 你就是刮噪 刮噪 刮噪的 头都疼死了 什么刮噪啊 听不懂 刮噪不懂啊 乌鸦 鸭子 刮 刮 你就属于那种 刮噪 那强了 这第一杯子 要为我们的友谊 干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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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我出去 哎呀 这第二杯酒啊 这第二杯酒 我允许我们方子单独喝一个 祝我们俩爱情温碎 来 林夏 别喝了啊 一会儿你喝多了 我又去喊你回去 闭嘴 你懂什么呀 神经病啊 哎 你跟人喝一个呀 人家还举着杯子呢 真是啥 那就为了我爱你 干杯 我爱你 我爱你 跟你没关系 来来来来 好 拜拜 请 没想到小五还有这个手艺啊 我啊 生意没做成几件 小情小调全在这些事情上了 谁让我喜欢呢 你太过谦了 生意好做 这性情难养啊 好茶 好水 好手艺啊 你们公司有了你 那真是一个大幸啊 范总 我泡的茶 能为您行行酒解解渴 才是我的荣幸 你什么时候来的 来了一会儿了 今天咱们的店庆所有的酒水五折 你要喝什么赶紧 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了 好 你今天一定喝着做 今天晚上你唱吧 唱啊 我得晚一点 因为我要陪朋友了 你看见那边那个 那边穿黑衣服的男孩了吗 怎么了 他就是我一直唱的那个 哦 就是那个写滴答滴的是吗 对对对 滴答滴 那你还不会过去啊 那要走了 好喝啊 好好喝啊 我来啊 您在干什么 小吴啊 今天太高兴了 你这个茶不仅解渴 还解酒啊 自己欢迎范总 明天到我办公室来 我继续给您泡 好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感谢你 吴总啊 你可别忘记我啊 不会的 主任 好 慢走啊 慢走 慢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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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慢点 吴总 我先走了啊 明儿见 明星 拜拜 辛苦大家了 辛苦了啊 吴总 再见 再见 真没想到 你还会馋艺呢 昨天晚上我速成班学的 花了我八百块钱呢 我告诉你啊 这帮人都是浮云风雅 没几个真懂能到 还要去喝杯咖啡吧 喝茶相比 还是咖啡更适合 没问题 我去淡下酒吧 走一会儿 我去淡下酒吧坐一会儿 很快就回头了 我去淡下酒吧 做一会儿 我去淡下酒吧 快回来,你快把饭吃了,别凉了。丫头。 小某电话还是打不通啊。 啊,要不然我先回去吧。 别啊,他要没回家的话,你不还是一个人吗? 他最近在找工作,心情不太好,我想回家等他。 哎,你等会儿,小某在找工作? 他好好地在广安公司干着,找什么工作呀? 没什么,就是有点问题。 你这哥们怎么当的?小某在找工作啊,你为什么不帮忙啊? 好像没什么大事,就是他跟老板赌气吧。 行吧,那我先走啊。 你别呀,你还没听我唱歌呢。 哪天? 我和小某一起来吧。 你们先坐着啊。 拜拜。 那我送你。 哎,我送你的了。 不用了,你们在玩吧。 你让他送你吧。 免费司机干嘛不用啊。 那你谢谢啊。 别客气,你早敢回来听我唱歌。 嗯。 你吃吧。 拜拜。 没问题。 嗯哼,那这事就这么办。 嗯,好,拜拜。 你就不觉得累吗? 嗯哼。 那来到,作为女人,用女人的魅力去征服一个个男人,让他们对你俯首贴耳,言听计从,这很好啊。 再说,也只有这样,我才能长期保持这种令人羡慕的状态。 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对于有的女人来说,聪明就是她们的长处。 可对于像我这样的女人来说,我的外表是我的长处。 所以说,善于利用我的长处去征服男人和世界,这样有不对吗? 你也是个聪明的女人。 我的聪明不是天生的,是因为男人见多了,惊艳。 我觉得这么说话的,不是好女人。 好女人进厨房,坏女人走四方。 谢谢啊。 什么地方? 一会儿你见到小猛,让她无论如何,给我回个电话行吗? 嗯。 其实小猛一直把你和吴迪当作最好的朋友。 她这个人吧,脾气不是特别好,有的时候有点宁。 嗯,你别跟她太介意啊。 不,这次,确实是我做错了。 嗯。 如果真是你不对,那她待会儿回来了,我通知你,你主动给她打个电话,道个歉。 她不是那么小气的人,她应该能接受的。 嗯。 其实,小猛特别珍惜你们之间的友情,她也跟我说,在北京,你们就是她最大的财富。 知道。 好吧,那我先走了啊。 拜拜。 拜拜。 。 小猛。 小猛,你怎么了? 别跟我说,别误会了。 真的,真的,我,我。 你干嘛呀? 石头,你。 宝马坐得很爽是不是? 你今天晚上很开心是不是? 我。 你什么你,你不是跟林夏出去玩的吗? 我是跟林夏出去玩的,疯子是她叫来的。 你怎么这么编的你啊? 你接着编,你编故事太好听了。 你跟疯子,我跟你掐着时间呢,宝马车停这多长时间,你为什么不下车? 你说,说什么呢?她跟你说什么呢?你说,她跟你说什么呢? 是不是跟你说,她特别爱你? 是不是跟你说,她想请你做她少奶奶是不是? 别说你不同意,没人不同意这个,没人不喜欢这个,你去呀。 是不是我出现的不是时候? 是不是我给你煞风景,我耽误你们俩正事? 是不是你们俩应该来个吻别的? 混蛋。 对,我是混蛋是吧? 我告诉你,我做不成混蛋,为什么? 我是个穷光蛋,这个世界上没有钱,我人都不会当。 师傅,你别这么说好不好? 我真的跟林夏出去了。 对。 疯子是林夏叫来的,你相信我,你相信我好不好? 什么也别说了,我特别相信你,你也别跟我解释了。 我现在我就给你幸福,我成全你们啊。 来来来,手机是不是在这儿? 不,你给疯子人家打一个电话,让他别走太远,人家好接上你呀。 你们俩去,过日子去呀,干嘛呀你们。 咱们俩现在开始,我告诉你,分手了。 我不分。 你爱分不分,我跟你分。 我是不会跟你分手的。 我说过,除非你不爱我了,你不要我了。 除非你亲口对我说这几个字。 你要去跟我分手,你现在就说啊,你说啊! 我看着满目创意的繁华 感到痛彻心扉的惆怅 听着心在暴烈的巨响 陷入神不见地的悲伤 唄多对我 不是我把10个字转的爱? Member没有梶子成功众 马上我就回去 要杀人管西京队队 别放我了 对不起啊 你是不是找工作的事情不顺利啊 你别着急啊 今天不是才第一天吗 像你条件这么好 肯定能找上好工作的 怎么就条件好了 要不然 你先休息一段时间 等情绪好了再说呗 我呢也快要转正了 工资肯定能涨 咱俩用够了 你那意思是让我吃晚饭 就当我放高利贷给你 到时候 你要多倍的还我 小童 其实我这边工作很快就能找到 只不过是你这里 怎么了 你能不能把幼儿园的事赐了 为什么呀 因为我不想欠疯子的人情 你说过呀 我们不应该老实依赖的 我们应该扔掉这根管账 走自己的路 过自己的日子 对不对 石头 你和风子到底怎么了 你终于回来了 对 要杀要剐 吸听遵便 你 别生那么大气啊 气大伤身 没错 说法广告给了胡适 说吧 想怎么着 我们负责任 负责任 你还知道负责任 你平时怎么不管你 但是我绝不允许你拿公司的事情胡闹 那会合同在哪 你给我拿出来 当初我的面把他销毁了 对不起 晚了 下午的时候我就已经给胡龙强了 我没签字 那份合同是不生效的 字我带你签了 什么 丑峰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是违法的 我只要一个电话你就会坐牢 坐牢就坐牢 反正这件事我早想清楚了 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都必须做 至于为什么我不想告诉你 也不会告诉你 想报警是吧 诶 这老我帮你打电话报警 报警 我不想过来破日子 我不知道造了什么孽 我养出你这么个畜生来我 你不知道自己造了什么孽吗 你不知道吗 在你当年花天酒地 每天胡搞瞎搞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 在你为了其他女人不回家 我妈每天 抱着我整夜整夜地哭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 在我十岁年年 看着自己的母亲吞了整整一大瓶暗面药 死在我没求求无能为力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 滚 我当然要过这个破地方 我他妈早就不想待下去了 我现在这个样子你看到了 都是拜你所赐 你玩女人对吗 我也玩 玩得比你多 比你狠 我现在这个特性 我现在这个特性 我要是不知道自己想要的事是什么 我现在自己想要爱的女人 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是 你把我给毁了 在我十岁年 你就把我给全毁了 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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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吓我 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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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告你的我都告诉你了 疯子是什么都比我强 人家是一出生嘴里边 雕个金钥匙 我就是奴隶一辈子 我也赶不上他 我也没有跟他竞争的勇气 所以说实话 你就是真跟了他 我拦不住 我心里边也不愿 我只能祝福你们两个 石头 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 你放心 我明天就去辞职 真的 真的 那就是说 因为我明天也要辞职嘛 从明天开始咱们俩就一块成了无言又名了 好啊 还没见过谁辞职这么开心 更没见过 拿两个人一起辞职 还一起这么开心 石头 你必须要答应我 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要相信我 不要轻易提分手 不要说这些伤害我的话 不说了 再也不说了 石头 你放心 我的心里是不会有别人的 除非 对 除非是什么 除非是你不要我 我干嘛不要你啊 雅头 我干嘛不要你啊 我干嘛不要你啊 我干嘛 情况怎么样 你又跟你爸吵架 我现在给晓风打电话 我别 不就一广告吗 至于吗 我已经够烦了 我让你别打就别打行吗 小梦也不是医生 叫他来也没有用 行了 没事啊 老程会没事的 嗯 一会儿去公司收拾东西的时候 千万别和胡龙强翻脸啊 就算要辞职 咱们也要紧轻神神的去 从今天以后呢 咱们就把过去的事情都放下 咱们开开心心的 过自己的日子 好不好 嗯 就是你的这个工作 让你辞职 我心里其实挺不忍的 面包会有的 工作也会有的 如果没有你 那我就什么都没有了 医生他怎么样了 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你们是谁是家儿子 哦 我 我是他儿子 他以前有心脏病史 你知道吗 知道点吧 知道一点 你们现在年轻人 是怎么做子女的 他这次情况非常危险 你要记住 他现在的身体 以后不能再受强烈的刺激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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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哎呦 哎呦 哎 你小马啊 你总算是出现了 昨天打你的电话 你一天都打不通 一天你就关机呀 哎呦来来来 快快快 哎呀 鼓掌鼓掌 好 好 好 哎呀 就是不是 我没明白 把还送仪式搞这么热闹 干嘛什么 什么欢送啊 你胡说什么呀 大家这是在为你庆贺呢 那庆贺什么呀 来 来 这第一杯酒啊 为了祝贺小猛 为公司拿到了 大德集团的年度广告大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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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啊 小猛 多亏了你呀 要不然大德怎么能把单子 给咱们公司呢 胡总我 我不明白 你瞧瞧 你瞧瞧 几天不见你跟我玩生分是吧 叫什么胡总 叫胡哥 我一直把你当我亲弟弟 来 弟弟喝一杯 不不不不 我今天来呢 其实 其实什么其实啊 其实啊 我还要给你个惊喜 今天晚上啊 我专门为了你的升职 我给你安排了一台丰盛的晚宴 你可不能扫打就信我 好 好 好 那我为什么就升职着呢 你看 这第二杯酒啊 祝贺小猛 荣升我们胡适广告公司的 销售部经理 当然了 这大德的案子 你就得负责到底了啊 大家说是不是 是啊 小猛 你别确讯了 销 销售部经理 对啊 你看 这大德这个单子啊 咱们的销售部 那么多人前伏后继的 都没有抬下来 有你短短一个月的进入 就搞定了 是不是 这个经理的位置 非你莫属啊 大家说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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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猛 你赢了 祝贺你 来来来 喝 我今天是来辞职的 我今天是来辞职的 辞职 辞职 你回事了 你回事了 大家说说 小猛开的这个玩笑 他好不好笑啊 一点都不好笑嘛你 我不是来开玩笑的 实经理 你可太幽默了 实经理 没错 实经理 我 我说的是真的 好 咱们去看看你的新闻故事 好不好 不不不 我说的是真的 小猛 你胡哥对你可真是没得说 你办公室那些桌子椅子 都是胡总亲自为你挑选 是啊 比他自己都强好几杯 走啊 看看去 看看去 我昨天跑了一天 走走走走 快快快 大家够找 我要合职 我要 忽然间光昏 下雨落下 夕阳飘洒尽管了我的忐忑 在眼前你久 下溪流 想着火焰 像星辰像一个你 我数次都爱着你 几乎已经彻底忘却 这个世界 你充满了我的 全部思绪 是四落浪象满回之不去 这感觉就像是完全的眼眸 爱将我深埋的心 给你绝望 彩虹还是 永恒凝望 孤星生途的叹息 我是这样的 爱着你 几乎已经彻底抛弃 那个自己 你 充满了我的 流过心底 小山洞的雪 把土填满地 这思念就像 是无情的烟白 你叫我什么 第一心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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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